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7号 我依然在埃及的首都开罗 昨天晚上应该是傍晚阴差阳错的 去做好了核酸检测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结果还没出来 之前其实一直有反反复复的经过我身后 开罗的埃及博物馆 莫名其妙的刚刚我自己拍我自己 接对面女红绣的那伙人不让我拍 继续吧 反正埃及这边的民风还挺奇怪的 我之前说到我一直反反复复的经过这个世界 注目的有30多万 上千年甚至是两三千年以前的藏品的博物馆 却没有进去 接下来还有三四天待在这里 我还是去瞻仰一下 这些美妙又珍贵的产品 包括独产卡文的黄金面具 拉美西斯的露乃鸡 还有各种西式珍宝 在我后面的这个小亭子要检查护照 开包检查里面有没有带什么围禁的东西 看见就让我进来了 刚刚有一个路人 我觉得已经年纪很大了 三几岁了 他告诉我他的学生要给我当导游 要给我指导什么的 吓得我赶紧逃跑 我已经不敢搭理任何景区周围的人了 而且他那个要不像学生吗 深表怀疑 在我身后这个装红色的房子 就是价值连城富可敌国的 埃及开罗博物馆 这就是博物馆的入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目表 外国人来说游客200磅 学生100磅 还有闪光灯的拍照50磅 还有video也是300i棒 我不知道我这手机video算不算 开放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售票截止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十五分 六岁一下子的孩童是免费的 福坦卡蒙的黄金面罩的房间 是禁止摄像的 它里面又不让摄像 又不让拍照 要格外不费 我不知道之前的那个小伙伴 叫柚子是吗 它是额外付费的吗 还是自己就拿着那个video偷偷拍的 我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好像没什么意思 犹豫一下吧 过了我后面这红色小房子的安检 我就进入了埃及博物馆的外围 这里有一个喷泉广场 同样的尸身人面像 守护在大门前方 哎呀看这个房子 它下面的竹子都已经掉了不少了 这边还有法老的一个纺织的雕像 进西起后 好 今天正好偶遇 埃及博物馆这个广场上 有开罗大学生在进行跑步比赛 但我看一下 为什么只有男生 没有女生呢 难道是一个男子学校吗 转回到这一座 警示瞩目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始建于1858年 1902年才搬到解放广场 尼罗河畔 迄今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大概有30万藏股 两千三千年 甚至三千年以上的数不胜数 迄今呢 也只展出了六万天左右 五分之一 这已经受到了 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无数游客到开罗 第二个目的地就是这里 第一个当然是金字塔 让我们来看看 它这一个 莲花点缀的实行拱门 在拱门的右边 是转头发的 一罗河女神 它手持活花 代表上埃及 它的左边 是长头发的 尼罗河女神 手持紫沙草 代表下埃及 中间是伊西斯女神 顶着太阳 之前有跟他再介绍过 在埃及 王权富贵的守护神 就是阿蒙神 阿蒙神也就是 太阳之神 这三位女神 守护在埃及博物馆的 莲花点缀的实行拱门前 代表了整个埃及的融合 和信念的统一 之前看见说这里面是随便可以触摸文物的 现在已经说了 forbidden了 手机拍也是需要买50i帮的票的 也就是20块钱 212 不能用闪光灯 不能吃东西 抽烟 喝东西 保持安静 买票的地方 在左边的安检进来后 右边的对应的这个红房子这里 还是进去看看吧 其实我不是一个博物馆爱好者 来都来了 280 埃及博物馆 进去了 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守护的领袖 甲克虫 我在帝王谷也看到过 在古老的壁画上 我的嫉нуться 我 selber 我 想 要 authorization 那 這